因為我們過去比方說待一季度我們就選出秘代了 做得讓我們起碼可以就是把它換下來 但假設今天是預算 那一群人就是說這個社群人大群集體決定 這個政策它可能是一個 在我們的意義上假設它是一個遭到的政策的話 那該誰來對這個政策負起責任意大 對 這個所以我剛才在那個過程當中 各位也許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這個參與式預算是有一群人 這個被那個相當的被什麼多數暴力 草率決定那些所產生的 未常不會有可能的 但是我剛才也一直提到的是希望專家的意見 第二個我們這個預算 因為在目前的預算法之下 他還是要過過我們那個過局處的預算 要編在過局處的預算 過局處的預算最後還是要怎麼樣 送到議會去審議過 不是 過局處的預算要行政首長通過 行政首長通過的時候 他就通過市政府或證明的那個什麼 會議上去討論 最後還要送到那個所謂的民意機關去審議 他還是要走這個路不長 所以在我認為說 應該會怎麼樣 現有的足跡制度會有一個適當的制衡 我請 你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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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那個 從別的議題來講 就是從 從那個教改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教改可能聯考制度 然後他在說聯考制度不好 然後就第一次教改 結果改得到七八糟 那第二次教改看起來就更糟糕 果然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 我們在要改變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要慢慢來 就是說 就是說 是不是要把救制度做得更完善 就是說他有什麼欠點 我們來 來改善他 然後這樣的成功機率會比較大 就是說 我們用另外一套 我把那個不熟悉的資助來 那廣闊就是 讓那個事情就變得更複雜 然後 然後也更不好 那如果說 如果說一個醫生他要醫一個病 那他是專家 他可能醫他就把他醫好 可是如果一大杯子 可能斜墨工的 斜水泥工的 你這個刀應該怎麼開 你的刀應該怎麼開 那這個病人是不是被醫死了 我的小法就是這個樣子 他說我們那個待遇症是 還有不好的地方 那我們是讓他改善得更好的 就是說他可能不透明 或者是有一定 我們是不是從這個地方來走 我首先說 我們讓他自信公開怎麼樣 而不是用一個大家都不熟的一個制度來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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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整個整個方向搞得更好 對 講教育的話 那個連招到什麼特招 我不曉得 因為我小孩子都大了 我都不會煩惱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敢表示意見 不過我也會感覺 我們的教育的問題 那些招 那些什麼招 透招員招 什麼問題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都好像是誰教育的人在討論 沒有全面參與 對不對 對 我個人的感覺 對 就是因為太多教育專家在討論 對 太多的教育專家在討論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有些朋友是教育的 我都會幫他 就是你們這些專家討論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民眾的一個新增 您剛才的意思我知道 您的意思說 就目前把現在代議制度做改良 我們就不見得要參與市預算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 可是啊 我們就發現到一個世界各國也是 包括台灣也是 這個代議制度啊 要改良的話 是要那些代議市 能夠本身有一種 怎麼樣 有一種說那個 就跟我們傳統中國古代一樣 我們希望再上位的人要正 然後又要怎麼樣 天下就正 可是事實上 好像這個 做了幾十年有它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希望是說 這個是怎麼樣 能夠是說 另外是不是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來這個是怎麼樣 也能夠說避免 剛才講的 因為我們代議制度 我們就剛才講說 我們的預算行程過程當中 它是分組 那分組的時候 尤其在地方政府 每一個組啊 只有三四個人就決定 難道那個決定啊 有時候就是前一兩個晚上 或者是說可能行政部門的配偶 他們是同一個黨派的 相互交換 那就決定了 那我們希望說 因為人數參與實在太少了 老百姓的透明度有問題 我們能夠去做得到 第二個 包括我也剛才講到 在目前的預算法之下 我並沒有破壞目前的制度 我只是拿一部分的錢出來 你知道嗎 那一部分的錢啊 我認為在地方政府啊 百分之十就蠻多的啊 就是百分之十就拿到 那一部分的錢出來 因為有一部分錢 也是不能動搭的 是法定義務自治 而且還是要透過預算程序 還是要透過目前的程序 我們只是說 在目前的這個程序當中 我們加入更多的透明化 更多的參與 所以我並沒有破壞目前的程序 我想說 嗯 目前既然是有他的一些問題啊 反正大家共同來討論 結果也許是覺得說 6點40分到現在搞到 搞到快9點多 也許是個浪費啊 但是至少說 欸會有不同的意見 會有不同的意見 我今天 欸 倒感到很特別的 就是 欸 講參與事預算 我以為來參加的人 都會很古早 結果會有很多擔憂 那這個是我 反而是我喜歡的事情 表示蠻成熟的 這樣 請那位先生